碧桂圆身陷财务危机 房间相传 房产巨额恒大集团的掌控人许家印 中秋期间被捕 往日风光无限的中国房地产 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新一轮的大浪逃杀已经开始 今天5月给大家讲述一家 曾经一度名列世界无外强 市值千亿人民币 几年后却被退市的房地产公司 常年沉浮于股市的人们 见证了这家上市公司的大起和大落 眼看他起猪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着他大楼坍塌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 事事无成 我愿大家能够且行且珍惜 要懂得感恩眼前的生活 中国房地产的历史上 有一家公司曾经一枝独秀 吸引过炒房团一族的眼光 它的名字叫做阳光成 说起阳光成就不得不提及 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他就是阳光成的创始人林滕娇 林滕娇于1968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的闽侯县 他从小熟读王阳明星学 15岁的时候 林滕娇偶然读到了关于爱国企业家 教育家慈善家 出生在福建的华侨领袖陈家庚传记 他立刻对这个白手起家 事业有成后选择回馈自己故土的故事所震撼 从此之后他便立下了一个红月 他想要在长大成人之后成为一个像前辈陈家庚那样的成功商人 林滕娇在18岁的时候迎来了自己第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生关口 高考 他顺利的考上了大学 而且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北京大学 要知道1980年代的大学生可是少之又少 林滕娇基本上是实现了自己的首次阶级跃迁 走出了小县城来到了首都北京 据说林滕娇的家里并不富裕 他无法一门心思的只读书 年纪轻轻的他就得想办法解决大学生活费用的问题 好在他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商业天赋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小商机 80年代的大学生们 无论是逢年过节或是需要传情达意的时候 都会写贺卡或者是明信片 尤其是那些印有明信照片的贺卡非常的受欢迎 刚刚入学的林滕娇本来就穷 也没有本钱去购买贺卡再贩卖 他只能厚着脸皮 要求批发商给他先赦账 卖掉贺卡后再来还款 但是他和批发商之间非清非酷的 人家怎么可能给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年轻设账呢 生意人嘛即使要设账也是给那些大的中间商和商店吧 不过林滕娇非常的聪明 他当时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自己是大学生这样一个身份 出身牛都不畏虎的林滕娇做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风头请求 他详细的对批发商讲述了自己第一个创业计划 他给出的进货价比批发商卖给其他人的价格更高 假设别人批发贺卡是一张一块钱 他便承诺给老板一块三亿张的进货价 这样就明显高出竞争者报价的30% 但他要求两个月之后再和老板来结算 俗话说商人重力 批发商最终同意设账给他 满心欢喜的林滕娇于是便踏实的做起了无本 但有着一定风险的生意 批发商则有希望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二者有着双赢的可能 对于还款的保证自然就是林滕娇的学生身份证明 批发商也不傻 他想着跑到和尚跑不了庙 万一收不回来款项 他就拿着学生证去北大告状 北京大学这么个金字招牌 为了保护自己的民生也不可能不管 我们这边的主人公林滕娇 折腾了两个月下来 他在校里校外努力的摆地摊 卖赫卡 不仅还清了说欠批发商的款项 还额外挣到了七八千块人民币 这在当时绝币是一笔巨款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 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个月才不过三十块钱人民币 就算是有点级别的国家干部 月收入也不会过百 这个数额完全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 话说当时刚刚有万元户这个称谓 也就是说拥有一百万元人民币存款的人家 在中国属于非常稀缺的有钱家庭 挖到了第一桶金之后 林滕娇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 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商业嗅觉和机灵的头脑 凭借着福建人敢闯敢拼的精神 开启了录像厅 贸易行和小酒楼 在中国大陆刚刚开始倡导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的懵懂年代 基本上林滕娇做什么生意都挣钱 果然是爱拼才会赢 当初的小林也慢慢变成了林老板 林滕娇的口袋中装着满满的钞票 眼界也开口了不少 要知道当初他刚入校的时候 有人曾经不客气的称呼他这个小县城来的孩子是个泥腿子 其实从林滕娇早年在大学创业的经历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个性 这些日进月累的从商经历 对他后来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各种杀伐决断 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林滕娇的身上 我们也能看到企业家的精神 是大胆敢拼能把握住宝贵的机会 他一路走来所向披靡 从无受挫 他像是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士兵 不畏艰辛英勇战斗 然而这样的人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他也有自己的苦恼 大学毕业后 林滕娇进入了体制内 他被国家分配到一家政府管控的进出口公司 这可是一个让他人眼馋羡慕不移的工作 公司的待遇不错 工作也很轻松 每天大部分上班时间 不过是喝茶看报而已 可是对于已经有着一颗不安定心的林滕娇而言 这个工作显然是过于单调和无聊了 好像一眼就能看到自己直到退休为止的所有生活 实在是无法满足他那颗爱冒险的头脑 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 林滕娇在工作了一个月之后 便毅然决然的辞职 告别了人人羡慕的招就玩物的生活 靠着大学创业时积攒下来的存款 林滕娇置身留学他的偶像 陈加根事业发展的大本营新加坡 他开始认真学习如何和资本打交道 如何从事市场经济 1995年27岁的林滕娇学成回国 他雄心万丈的一头扎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 顺十大而动开启了自己那传奇创富的地产大亨生涯 林滕娇回国的第一站 当然是阔别多年的故乡福州 在这里他有着自己的地利人和 立志教育新帮产业立国的林滕娇 首先创办了阳光教育 寓意着有阳光有梦想 他在福州马尾开山辟时建设了阳光国际学校 林滕娇还投资贸易行业 同时参与房地产开发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福州阳光假日大酒店 1996年他又成立了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他还顺势走出福州 参与了厦门旧城改造项目 阳红新城 正是他在福建打拼的这一段时间 奠定了林滕娇从事房地产的基础 众所周知 房地产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业 林滕娇在快速跑马圈地的同时 手中的资金渐渐不够了 他采用当年卖贺卡一样的手法 通过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利润 为企业成功地引入了一家大型的建筑公司 两家公司强强联手 实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利润捆绑电资建设模式 让阳光城获得了急需的发展动力 1997年 他们开发的实验性小区 地产与教育相结合的阳光城一期 就是这种合作下第一个经典成功的案例 林滕娇还在福建市中心建设了当时少有的高品质住宅楼盘 在开盘当天 该地产所有的房屋都被抢购一空 不得不说福建人有钱 似乎是天下文明 除了富有之外 福建人还是华人中精明刻苦勤奋的代名词 话说 这一抢购事件塑造了阳光城优质产品的品牌形象 借着这个新闻效应 林滕娇率阳光城开启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2002年是林滕娇海外学生回国后的第七个年头 他的阳光控股收购了上市公司实施新发 更名为阳光城 实现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借壳上市的计划 34岁的林滕娇走上了成功之路 自此也开始斩获无数福建乃至全国各地的名誉称号 同样强调教育新帮的林滕娇在工作之余 也于2002年至2004年期间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攻读了EMBA 获得了硕士学位 她还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并曾经两次前往哈佛大学深造 除了对自身教育的重视 林滕娇效仿创办极美大学的陈嘉根 积极投身中国的高等教育 她于2001年建立了福州大学阳光学校 2014年林滕娇组建了阳光教育集团 2015年阳光学院成为独立设置本科的高校 经过多年的发展 阳光学院也已经是中国顶尖民办大学之一 除此之外 林滕娇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 据非正式统计 她个人直接慈善捐款超过了9.3亿 如果加上各种物资捐赠 累计投入社会公益事业达到了31亿元 此外林滕娇也积极布局于银行金融业 通过不断买入新业银行的股份 她在2017年成为新业银行的第一大民营股东 2017年7月17日 林滕娇正式出任新业银行非执行董事 2021年林滕娇实控 包含阳光城地产和阳光教育和阳光龙镜集团 利压新能源汽车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 以2500亿元的营收成为福建第一大民营企业 林滕娇一时风光无两 成为了敏系地产龙头 还是福建商人的领军人物 介绍完了林滕娇这个传奇人物 咱们回到阳光城的发展之路 2006年 阳光城的销售额2亿 2010年 阳光城销售额40亿 但是此时的阳光城早已不再满足做一家区域房企 林滕娇的目标直接建制国内头部房企 于是2012年 阳光城的总部从福州迁到了上海 全面启动了全国化的发展规划 当年阳光城就抢购了7块上海市的核心地段 销售规模也攀升了100亿 2015年 阳光城的销售额突破了300亿大关 但距离林滕娇设定的宏伟目标还是差之甚远 为了顺利推进自己的急速扩张战略 2017年 林滕娇从碧桂园挖来核心高管 在高杠杆高借贷快速融资高周转的运作策略下大胆提出了天命计划 阳光城不断用超高溢价抢下了各大城市的黄金地块 此外阳光城也跟随碧桂园的脚步不断的布局三四线城市 这番操作的效果非常的明显 阳光城的销售额从2017年的480亿突破了千亿大关 2018年的销售额则攀升至1628亿 阳光城还率先推出了绿色智慧家的概念 强调环保 2019年公司销售规模顺势突破了2000亿 2020年进一步达到了2180亿 成功挤身于2021年全球500强企业之一 此时的阳光城名列中国房企的前20 林滕娇心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但是阳光城也背负着3000亿元的债务 这个定时炸弹 没有人会想到巅峰之后立刻就是万丈深渊 2020年国家出台了三道红线 房企不得不去杠杆 过去的那套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 实现高增长的模式被终结 盲目扩张的地产公司在这一轮退潮中 因为银根紧锁不得不裸涌 没有了巨额金钱的流入 2021年地产行业整体发展掉头下行 再加上国家同期出台了房住不炒的政策 卖房变得越来越艰难 借不到钱收入又减少 房企暴雷事件逐渐席卷了整个地产行业 在这个空前行业的危机下 杨光城因为之前的激进策略自然不能幸免于难 2021年下半年 杨光城开始出现资金流动危机 无法及时偿还到期债务 林腾娇上下奔走积极自救 2021年11月3日 他宣布辞去新业银行董事职位 随后卖掉了新业银行等多家公司的股份 杨光城也卖掉了全国各地好多处的资产 整个公司上至高管下至普通员工全部降薪 林腾娇甚至不拿一分钱 然而这种同舟共济的努力 还是不能拯救杨光城的颓势 2022年 中国人口的数量迎来拐点 出现了负增长 买房的刚性需求愈发的低迷 只有想要改善住房条件的家庭 才会有购房的需求 网上也开始爆出大量杨光城的负面消息 杨光城苦心经营多年的正面形象摇摇欲坠 2023年5月12日 杨光城发布公告宣布 公司已到期未支付的各项债务 本金合计647亿元 2023年1季度数据进一步显示 杨光城货币资金为71.23亿元 有期负债规模合计为768.27亿元 也就是说杨光城的债务是手投资金的10.78倍 资产负债率为91.83% 而同期行业资产负债率则是69.17% 这样的财报一出 杨光城股价可谓是一泄千里 连续26个交易日收盘价都低于1元 2023年6月9日 杨光城的股价在被终止上市前 停在了0.37元每股 市值市其巅峰时期的4%不到 2023年8月4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杨光城做出了摘牌退市的决定 14万的投资者连清仓的机会都没有 因此也被外界称为2023年度最悲惨股票 前无古人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追逼 谁曾料想运筹帷幄的林滕娇 在回国后不到30年 他的商业帝国经历了过山车市的发展后 最终还是崩塌了 他也被限制不能有高消费 林滕娇也许和不少如今面临同样危机的其他的地产商一样 曾经坚定不移的相信 中国房地产会一直火下去 因为国家有庞大而且生生不息的14亿人 他们哪曾料想国家对住房不吵的决心会如此的坚定 现在的90后和00后的年轻一代 也开始选择不卷要躺的生活模式 过起了低碳低欲望的生活 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不谈恋爱不结婚 即使结了婚也不生孩子 宁可消费降级也要极简主义 5月国内的亲戚朋友中就有无数的这样90后和00后的孩子 所以说阳光城美丽泡沫的破裂 不过是这波房企退市潮中的沧海一宿 对于国内的大A股 还有2023年6月6日 首家被摘牌的房企蓝光发展 早于阳光城一天退市的泰河集团 还有中天金融美好置业 宋都发展 月泰发展 嘉凯城等 当然退市并不代表企业的完结 有些企业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 还能复牌再上市 尤其是政府也在积极的救市 出在各种有利房地产健康竞争发展的政策 例如认房不认贷 但愿在经历了这次优胜劣汰之后 中国的房市将回归到昔日的繁荣 而且普罗大众也能买得起房 不知道大家对于阳光城 林滕娇以及其他房地产的境遇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5月 喜欢讲述人世间真实的故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哦 再一次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